中国失落的远古高度文明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的三星堆出土文物 现正在休斯顿自然科学博物馆展出 9月7号将结束返回中国 沉睡数千年异性惊天下 来自四川广汉的三星堆是迄今为止中国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3000多年前文物展品神秘 极高的现代科技含量共127件文物 其中70件为三星堆文物和57件金沙文物 青铜丽人 青铜人头像 青铜树 金杖 太阳神鸟 金士等极为醒目 均为国家一级文物 这些3000多年前古蜀国高度文明的青铜技术 玉器雕刻技术等从何而来 为何突然神秘消失 三星堆文物的发现引起了世界人们的高度关注 6月21号上午来访休斯顿的中国副总理刘延东一行 特地去参观了三星堆出土文物展 三星堆文物无不体现了古蜀国文化的古朴厚重的神秘感 为了配合更多的华人能了解来自中国的神秘三星堆文化 博物馆特培训两名中文讲解员中英文解说 刘秀菊 地质专业博士 胡畅 休斯顿著名电视主持人 两人会在每周六的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在展厅为游客解说 展出时间是4月10号到9月7号 刘秀菊 地质专博士